歌坛被誉为DC宇宙的巅峰之作 自它上映以来 共有163万人 为其打出来了8.5、8.6的高分 简直是美剧天花板 有人称其为蝙蝠侠前传 有人称其为戈登局长养成绩 但我则认为它是歌坛版群鹰传 这里每天都有惊奇的犯罪案件 每天打开窗子 就可以看见比电视节目精彩100倍的现实 这里的科学技术的发展水平之高 市民们都不屑于去炫耀 死而复生都是老生常谈 这里的孤儿不仅体能超强 记忆超群 而且还有机会成为城市名媛 甚至与富二代结为挚友 这里的精神病人都很开心 只要拿到了阿卡姆的录取通知 早晚有一天能成为人上人 所谓英雄不问出处 反派尽有出路 每个人都有实现梦想的机会 而这就是歌坛 虽然目前郭哥只解说了两届 但在这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 收获了40多万家人的关注 郭哥只能说有你们的支持 我将更加努力 接下来我就开始第三季的解说 这机要从一个悲伤的故事开始 厌倦歌坛生活的歌登 准备找回自己的挚爱小莱 但当他满怀欣喜地 来到小莱家门口时 却发现 顿时感到头上草原在吹 心灰意冷的歌登 回到了歌坛 当起了赏金猎人 开始抓捕第二季中 从阿卡姆逃走的实验品 短短几个月 就抓住了六个实验品 由于其出色的表现 当然也有主角光环 一家报社的记者小丽 看上了歌登 成了歌登的跟班 这里就得跟歌登说说了 你不能怪人家小莱 你一记一个女朋友 谁受得了 回归正题 歌登的下一个目标将是鱼妈 因为他的悬赏金额 已经达到了一百万 就在他们寻找线索时 企鹅人找到了 还被关在阿卡姆的谜语人 因为那碗鱼妈 并没有杀企鹅人 但企鹅人自己快磨争了 每天吃不好睡不好 只能找谜语人来宽宽心 谜语人说 你不用担心 你是企鹅 企鹅天生就是吃鱼的 你一定会打败鱼妈的 他不知道 此时的鱼妈 已经被警察围堵在了一处银行 但普通警察 怎么能干过 具有超能力的实验品呢 没多久 歌坛警局就遭遇惨败 不仅没抓到鱼妈 还死伤惨重 几天后 企鹅人来到了这家银行 还找来了一大堆的新闻记者 他说 当前歌坛已经被恐惧所笼罩 各种怪物在城市里肆意横行 我们的安全受到极大威胁 但是 你看到警局在干嘛了吗 他们根本没有能力保护我们 前几天 围捕鱼妈的行动就能证明 所以我们现在不能太依赖他们 我们要用其他合法的合理的手段 来保护我们自己 而这也得到了群众的大力支持 大家不要小看这次的发言 这为他今后的发展 埋下了伏笔 到底会发展成什么样子 我们接着往下看 企鹅人的演讲 给哈维造成了很大的压力 但就在他想 怎么补救时 鱼妈的手下出现在了 他的身后 抓走了哈维 原来 鱼妈想让哈维 带自己去找鱼果博士 他想利用博士的技术 为他制造出一支强大的怪物军团 那鱼妈会找到鱼果博士吗 企鹅人面对鱼妈 又会有什么新动作呢 戈登会找到鱼妈吗 我们下集接着讲 晚上有事 今天只能更新一集 明天补更